最近,新西兰税务局公布了一份新西兰富人缴税的报告 报告显示,根据税务局收集的全国311个最有钱的家庭 很多家庭的净资产都超过了5000万牛币 这些人的缴税的税率是多少呢? 统计结果约是9.4% 相比之下,普通人缴纳的税率约是多少呢? 答案是20.2% 那么有钱人是怎么实现在新西兰多赚钱而少交税的呢? 卖房赚了100万,在新西兰需要缴多少税呢? 相对于邻居,澳大利亚或者美国,卖房挣了100万,分别要交多少税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声明我不是会计师,也不是给任何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娱乐 看了这个报告,简单的说就是富人不是靠苦哈哈的打工,挣死工资赚钱的,而是通过投资来赚钱 调查显示,在2015年4月至2021年的3月期间 有钱人的收入51%来自商业实体的买卖 19%来自房地产,13%来自股票基金 工资这类的收入只占所得的17%左右 也就是说有钱人每赚100块,其中17块钱是工资收入 这部分缴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是他们收入的小偷 剩下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他们控制的企业、房产和金融的投资产品的增值 也就是资本利得 这些收益大部分在新新来是不用缴税的 要想像富人一样,多赚而少缴税 我们就要先搞明白什么是资本利得 资本增值是当你在出售一项升值的资产所获得的利润 例如如果你以50万纽币买了一栋房子 然后你100万纽币把它卖了 那么这个资本增值就是资本利得 或者你收购了一个生意经营了几年 然后把股份卖了赚了钱,这也是资本利得 在新西兰每年都会有数十亿纽币的资本升值带来的收益 但几乎没有一分钱会被征税 这是因为新西兰没有资本利得税 这个和很多其他发达国家不太一样 比如美国资本利得税可以高达20% 而旁边的澳大利亚资本利得税可以高达45% 举个例子,如果一对夫妇 在美国卖了一栋住了很多年的房子 赚了100万美金 假设他们没有别的收入 那他们要交的长期资本利得税 大概就是在28.6万美金左右 当然这个会根据你在不同的州会有区别 具体还要咨询你的会计师 这只是一个给你大致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这对夫妇是澳大利亚人 会发生什么呢 还是假设他们卖了一栋持有很多年的老房子 赚了100万澳元 没有别的收入 那他们的长期资本利得税大概在20.5万澳元左右 那如果这对夫妇在新西兰 老房子也是已经持有很久了 比如在2015年之前就买了 那这个增值的100万就是不用交税的 不过新西兰在2015年为了打击炒房 颁布了房产持有的时间规定 就是说2021年3月27号以后买的房子 二手房必须持有超个10年以上 新房持有5年以上才不用交资本利得税 如果时间不够 房子升值的利润就得交税 如果需要交资本利得税 在新西兰是如何计算的呢 但不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在没有其他收入的情况下 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按照新西兰的税价阶梯来征收的 以上面为例 如果你买了一个老房子 10年以内就卖了 赚了100万 那你需要交的税大概就是36.8万 那具体的算法呢 你可以参照一下下面这个表格 没有资本利得税 就意味着你可以购买房产 买股东 买股票 买比特币 买手表甚至买赛马等资产 等这些物件升值以后 卖出去赚取利润 而利润呢不用缴税 当然你不能是职业做这个生意的 要不然和开公司做生意一样 需要正常的去缴税 如果在新西兰有房有投资 多多少少已经享受了不收税的优势 不过在新西兰没有资本利得税 也带来了很多争议 比如一个人在2015年之前买了自住房 然后最近他150万的价格出售 那这个50万的增值不需要缴税 而一个靠最低工资挣钱的人 就得支付高达20%至30% 甚至更多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有声音认为这是不平等的 也是不断增加社会贫困的一个根源之一 如果富人能够成功避税 那么中产阶级 普通的打工人就要被迫承担更多的税务压力 因为各国政府都需要钱才能展开公共服务 如果政府从富人和企业上收的税少了 那么就不得不从普通的打工人身上拿走工作 当然事实都无绝对 从另外一方面看 我们也不能忽略有钱人对经济做了很多的贡献 比如投资开公司创造就业并推动创新 而且富人消费高拉动消费和服务 这本身就是在促进经济的增长 并使整个社会收益 让有钱人保留更多的钱 他们就可以继续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 最终会汇集所有的人 另外虽然有钱人实际缴税的税率比较低 但是实际有钱人缴纳的税款的数字额也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富人看起来似乎缴税少了 从绝对数字上看 他们仍然缴纳了相当多的税款 那新西兰最近的这份税务局的报告表示 该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击有钱人 但是报告开篇就说税务的本质就是要公平 那这个你怎么理解 其实2017年的时候 新西兰政府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税务小组 研究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 他们的研究显示资本利得税 可以给政府带来每年约16亿纽币的收入 但是资本利得税实施起来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对什么资产的征税 除了房子 比如股票商业公司的买卖 或者无形资产 比如版权 是不是也要征税 房产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有资本利得税了 如果你买了老房的10年内就卖 那你收入部分是要交资本利得税的 还有就是赠予继承资产售后的再投资 就好比美国的1031 exchange 以及更深层次的通胀带来的资产增值 是不是也要被征税的问题 这些问题还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最终感觉像是我这样的韭菜 只能有等着被收割的份 那如果你很懂税务 也不妨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吧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